这这么多条鸡 这就是我们小宅家的菩萨 有六両二十八均 这么多条 不过你们这个鸡本带回去 那如果没有法度人 吃这么多条 吃一条、两条也好 贺贺的都没有 对不对 所以吃一条、两条 可以反过来 不过只吃一条 慢慢的整整、油粥 去品质更多 这就是说 佛党也知道 所以 大家要考虑我们平常的 整整力、健康力 绝对 不可以说信佛兴的 再去信佛党 这样就更坏了 本来就 修政法 修政法 你再去修社法 就变 变成十身去 本来有功德 变成没去 所以在这 咖善家的菩萨 大家强辩 现在 明天在三军王 修了 大后就 菩萨修了 你们都真正的菩萨 就尽量行佛党 尽量行佛法 尽量这个丐路一条一条 可以去吃一条就一条的功德 所以在这里 给大家讲便 祝福我们大家 说要收盖回去 大家做一个健身的佛典主 佛典主 有四种 出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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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家两种、出家、二种 四种典主 都是佛典子 大家乖乖做佛典子 不能去做变典子 就拜了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就是要关心人类与一切物名 让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 离苦得乐的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佛陀给我们的教法 智慧与慈悲 运用佛法来帮助自己跟其他的生命远离痛苦 获得安乐 所以只要打开生命电视台 一切生命都有离苦得乐的可能 因此,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保护一切生命 护持请洽各地中心 道场、讲堂、书房 获洽03-989-8686 07-221-2323 跨播账号1996-5232 顾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世的因果 从我懂事起 三姑姑家的经济状况一直不太好 家里除了她和姑丈外 还有一个表哥和一个表姐 多年来他们一家四口 住在一间不算大的平房 家里还有个小仓库 你们两个能不能安静点 别跑了 爸爸回来了 是爸爸回来了 爸爸 我姑丈年轻的时候是个货车司机 他最大的嗜好就是去河边抓鱼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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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捞到这么多鱼啊 是吗 让我看看 让我看看 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呢 是啊 今天货比较少 送完就回来了 还顺便去河里抓了几条鱼 今天晚上就煮鱼汤喝吧 太好了 太好了 有鱼汤喝了 有鱼汤喝了 我姑丈最喜欢在春天 结冰的河水更融化时 去捕捉刚刚孵化的小鱼 哎呀 王先生 这么早你就要出车了呀 没有的 我是要去河边抓鱼 啊 抓鱼 春天刚到 河面上的冰还没完全融化呢 现在有鱼吗 当然了 这个时候正是捕捉刚孵化的小鱼 最棒的季节 刚孵化出来的小鱼 怎么能抓呢 老人家不是都说 抓小鱼的罪业非常大 会遭到果报的 孤丈每次都能捕捉到上百条的小鱼 而这些小鱼 大部分都被高价卖给了餐厅 只有小部分留着自己吃 或是送给亲友 三姑姑一家人 为了生活 一直疲于温命 可是家境却不见好转 有一年过年前 家里竟然还脏小偷 每逢过年 大家都会事先准备年货 三姑姑家也不例外 好多年货 是啊 爸妈 今年我们家 怎么准备了这么多年货 今年我们家的收入 终于多了些 所以就可以多买些年货 我们一家人 今年可以过个好年了 太好了 太好了 我们今年也可以吃到丰盛的年夜饭了 太好了 结果有天夜里 他家小仓库的门被人撬开了 啊 老公 老公 你快来 发生什么事了 老公 你看 辛辛苦苦 赚钱买的年货 全部都被偷走了 唉 他们一家人真可怜哪 好不容易存钱买的年货 竟然全都被小偷偷走了 可不是吗 一件都不剩 这个年要怎么过啊 你说那小偷也真是奇怪 那么多有钱的人家不去偷 怎么偏偏就偷他们家呀 他们家可是我们这里最穷的人家了 我想这应该是因为业障的缘故吧 业障的缘故 这话怎么说 你不知道啊 汪先生每年春天都会去河边捕捉刚孵化的小鱼 而且每次抓都是上百条的 老人家不是都说小鱼苗不能抓吗 抓了是会遭报应的 我看他们家就是因为这事才遭到了果报 那年春节 三姑姑家全靠亲戚们出手援助 才勉强过了个像样的年 转眼间 十多年过去了 三姑姑一家人 十多年来一直疲于奔命 努力赚钱 可是家境却没有好转 今年表姐出嫁了 表姐夫是一位学佛的人 这位三姑姑家带来了希望 王先生 你在忙什么 今天啊 我女婿要来家里吃饭 我刚去河里抓了一些鱼 准备招待她 好的 那你快去忙吧 嗯 女儿女婿 你们看我带什么回来了 哎呀 爸 你去抓鱼了 是啊 知道你们今天要回来 我特地一大早去河边 抓了些小鱼要给你们吃 小城 我告诉你啊 我妈煮的炒小鱼最好吃了 啊 这不是刚刚孵化出来的小鱼吗 是啊 这种鱼最新鲜 口感最棒了 爸爸 你以后不要再抓鱼了 为什么呀 我学佛多年 知道杀生是极大的罪业 而您抓的又是这种刚孵化的小鱼 那罪业就更大了 女婿 我可是不相信什么因果业报的 但好景不长 三姑姑的胆结石越来越严重 再加上她本来肠胃就不太好 原本瘦弱的身体 原本瘦弱的身体更加虚弱了 发病的时候经常痛苦不堪 哎 我妈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这究竟是为什么啊 我想这都是杀生的果报 杀生 你指的是抓鱼吧 可是鱼都是我爸抓的 我妈从来都没去河边抓过鱼啊 但是那些鱼都是她煮给大家吃的呀 如果这样都能遭到如此的果报 那我爸岂不是更危险了 嗯 果然过没多久 孤长便检查出得了肾脏病 只能靠洗肾维持生命 要想治愈的话 只能换肾了 医生说 现在只能靠洗肾维持生命 还对等待换肾了 不要着急 应该很快就可以换肾了 是啊 事已至此 着急也没有用的 医生说了 以往换肾 最快要等好几个月 运气不好的话 就算等了一年半载 也不一定会有合适的肾脏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也一起过去念佛号回向吧 好的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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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 佛菩萨加持 感应非常迅速 当天下午 就有了合适的肾脏 孤胀的运气可真好啊 这么快就可以换肾了 是啊 连医生都不敢相信呢 说这是他们遇过 等待时间最短的 这都是我们念佛的结果 由于佛菩萨加持 所以才会如此快速 然而 一波刚平 一波又起 顺利换肾的孤胀 手术后第五天 便产生了严重的排斥反应 呼吸系统 及循环系统 都受到了影响 脑积水导致昏迷不醒 被紧急送入了 加护病房 孤胀住进加护病房 一个多月了 却依然昏迷不醒 家人们甚至都开始 讨论起料理后事的问题了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啊 不要太难过了 一定会有办法的 老公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才能帮助爸爸 学佛的师父曾经说过 放生是最大的善果 爸爸他过去杀生太多 我想只有透过放生忏悔 才能弥补他过去 所种下的恶业 就在当天 表姐发动家人买鱼放生 并嘱咐家人们经常念佛 吃素 不要再杀生 几天后 孤胀终于死里逃生 从加护病房 转回了普通病房 医生说 真是奇迹啊 因果绝对真实 放生念佛 绝对能从悲惨的困境中 转回光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